VBS的粉絲朋友 歡迎收看 2000整點新聞 我是辛化 持續為您新聞化重點 首先政治焦點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馬不停蹄 跑到了國境之南基隆 要做什麼呢 原來是要跟漁民坐下來 面對面會談 但是漁民呢 一見到柯文哲就大吐苦水說 關於釣魚台的主權問題 對漁民來說 這是國家層級要處理的 但漁民最有關心的 究竟是他們的生計 能不能維持人力的短缺 能不能補上 能不能好好的去捕魚 希望柯文哲可以幫他們解決 未來漁工 沒有辦法來台物供的問題 24小時內 對 那那個物流要加多少錢 連朱炮寺的問不提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拜訪基隆漁會 對直播賣漁貨很有興趣 畢竟他最重視的是漁民的生計 會不會再加強一下這個釣魚台 來喔來喔 釣魚台問題是國家的問題 那我們也沒辦法決定 當然我們漁民能捕魚最好的 日前才在釣魚台議題上說 漁民只想要捕魚 惹來抨擊犧牲主權 柯文哲跟四五十位基隆漁會幹部座談 釣魚台主權隔一邊 漁民想反映的是這題 大陸漁工他們都差不多要五年沒有回去了 一回去就不能來了 不然我們就沒有大陸漁工 拖網的遺傳就沒有辦法出外不一樣 大陸漁工進步來成為漁民的困擾 柯文哲解決前先主張重啟貨貿跟服貿協議 並把炮口對準民進黨 應該是禍罵比服罵要優先 還有一點 兩岸監督條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有民進黨不能通過的法律 十年前蔡英文還跟馬英九 辯論要把一口法反對 要不然蔡英文去把一口法廢掉算了 那些雙標黨要這樣打 不甘兩岸議題老被民進黨挨著打 柯文哲用ECFA為例嗆回去 只是他高嗆綠營時就在和平倒天險宮 不但來綠這隻人物必來 跟民進黨的關係很不錯 不過廟房很給面子 柯文哲選情加溫炮打民進黨 拉攏綠營下手不留情 以拚經濟顧名聲防毒兩岸政治神經被牽動 TVBS新聞劉一菊麗品 基隆採訪報導 而接下來呢其實不管是柯文哲還是賴清德 以及侯友宜都在積極搶攻今年的選票 台大的演講也就成了各位的必爭之地 侯友宜呢去台大演講已經落幕了 不過呢我們的記者就實際走進校園 問問大家對於這三位潛在的總統候選人 表現到底是如何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呢還沒有宣布要參選 或者是究竟會不會參選海保爾懸念的郭台銘今天也出面說話了 他說呢這個賴清德過去呢講說這個核能在緊急時刻重啟這個說法是騙人的 因為平常就要準備好 此話一出似乎打賴又攻猴 因為昨天侯友宜呢其實也在台大的演講當中拋出了核二核三要研議的議題 看得出來呢其實各方陣營似乎政策牛肉已經歸隊 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跟意見 並且也透過台大這個場域跟選民還有學生們說清楚講明白 但是究竟年輕選票對於他們三場演講的評價是如何呢 我們的記者今天前進台大的校園實際做解放 來日白總統參選人走進校園要喊青年拉近距離 2030什麼雙語不可能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說退雙語教育現在就不見了 已經這個停機的這一個核能基礎維持一個可以未來緊急使用的這種情況 讓給郭董或者是你直接宣布退選 在過程當中我絕對不可能放棄 台大政大學生犀利提問 但連續幾場下來到底是加分還扣分 就聽柯文哲跟賴清德類似 就覺得就是他們有時候回答會比較沒有 只會可能會比較閃躲一些學生的問題 但就覺得可能只是沒辦法這樣 比較支持賴清德 他在政治修辭而運用上面很好 他不會像柯文哲那樣好像比較自慢一點 然後也不會像侯友儀 侯友儀可能太傳統警察出身了 所以可能在很多國際事務上可能不了解 台大政治系學生自己聽過後很直白 連與非政治相關的 我自己的話覺得可能都沒有很及格 但是以年輕人來講可能會比較偏好柯文哲 賴侯柯表現給學生的第一印象分數以倍計下 好 政治一點民意內幕全透明 大家上禮拜敲碗已久的 我們新聞部副理晴明哥 晴明哥再度回到我們來直播了 各位網友好跟大家對不起 因為今天我剛才看到有人敲碗是做很女神 可是今天只有大叔 沒關係我們這個輪流交換嘛 大家才看不膩好不好 而且大家有發現今天晴明哥有特別不一樣嗎 晴明哥有聽從大家的建議 有特別是先去智妝選了淺色的外套 應該是說大叔的臉色比較暗沉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 之前是穿比較深色的西裝 就更黑了 沒有 晴明哥謙虛了 有一些比較淺色系的西裝 謙虛了謙虛了 晴明哥可是我們那個新聞部的那個女記者裡面 長官好感度排行前三名的好不好 那麼晴明哥呢 其實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歡他的政治評論的話呢 歡迎大家拿起手機 在臉書上面搜尋 凡啟明花壺老兵 對 就可以找到晴明哥的政治評論 那我們的製作人非常貼心 大家看到畫面 我們現在是雙框的 旁邊這個政治一點名的QR Code 撈下去一樣也可以找到我們晴明哥 當然希望有一些在新聞採訪之外 有一些花絮跟一些內幕 藉由這個頻道 或是這樣子一個平台 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動 對對對 看門道就要掃下去 就要追蹤下去 好嗎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以追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比個讚 好 那我們會請晴明哥 比愛心回顧大家 好啦 講正經的 我們要來聊政治了 晴明哥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台大演講當中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這個侯市長是有備而來 而且他有拋出了幾大政策 有攻有守又回憶 台獨金孫 你要不要修憲 同時呢 也說你蔡總統 敢不敢講這個四個堅持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幼學生為了一些好問題好球給他 但是似乎呢 這個侯市長有稍微有一點揮棒落空 沒有揮準啦 可能是插邊球 對 那請問你怎麼看他昨天表現 表現得好不好 我們要有一個客觀的數字 對 那有一個客觀數字可以做一個參考 最主要是昨天 像其實你們剛剛一個小時 都在討論一個現在最熱門的新聞話題 對 就是黃紫礁的MeToo風暴 所有YT的熱搜 前面幾條全部都是黃紫礁 可是昨天有兩個政治我們的領域 他有幾天熱搜 一個就是柯文哲他跟嘉義女中的一個演講 就是一個2月的約定 這個我等我再說 我先講的是 按照侯友宜的末聊講 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進到熱搜榜 YouTube的熱搜排行榜 就是昨天的台大的演講 那他這個瀏覽熱的熱度大概是怎樣 昨天侯友宜的在累加起來 差不多30幾萬人 很不錯 算得很好 可是柯文哲是72萬 但是我覺得侯市長有進步了 至少他人生第一次擠進他的熱搜榜 那這個當然表現出他 大家對他的一個關心 跟侯友宜真的有所準備 侯友宜不再是票房毒藥了 對 因為我們之前 如果純粹就客觀的一些數字來說 播到侯友宜的新聞 的確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記者掐掰 或是主播要中結的時候 會需要再集中一點 專注力要再多一點 昨天這個惡名就被打破了 他捲入他人生的熱搜的排行榜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厚宜他的確有所準備 準備在哪 就是所謂的直球對決 他的確表現出他的態度 當然在政大的演講 被人家做一些影片上的一些剪輯 對他有一些攻擊跟傷害 他就有所準備 這些已經預知的一些必考題 譬如說兩岸 譬如說國防 譬如說能源政策這些東西 他都有所準備直球對決 的確拋出一些 包括顯示出他的態度 跟一些研製有誤的內容 對 不過倒是還是有一些 突發的一些題目 譬如說 囤屋稅 囤房稅 這件事情突然流過來的 要不要打房 還有包括了那個 總統的客家 客家政策 是 侯友宜的確出現比較 還是稍微迂迴的一點 這樣的方式或態度 那這個 可是跟他上次在政大比起來 的確是有所進步 那我們跟幕僚有聊過 就是每一次的一個 對外的一個演講 或是對外的一個活動 他們都是希望能夠達到一些 所謂的記憶點 就是有一些 他們希望用一些政治金句 能夠達到記憶點 讓民眾或是選民 能夠知道候選人的主張 他們昨天就有提到 侯友宜他提出的幾個記憶點 或是政治金句 他們覺得都有達到 而且表達的 他認為侯友宜表達是清楚的 有哪四個 大家 我可以稍微跟大家 簡單的說一下 因為這個 他們還蠻引以為傲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 昨天有火力 對準的就是 我有感覺到 昨天對準的就是賴清德 因為他有提到 他不主張台獨 為什麼不主張台獨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沒有這兩個字 他接下來就嗆了賴清德說 那台獨今生你有本事你就去改 你要來修憲嗎 對 有一些火力了 然後第二個 他的火力對準的是蔡總統 是 因為他有提出兩岸政策 他自己版本的四個堅持 不過在他提四個堅持的時候 他對總統喊話是說 他的堅持 最重要的是堅持兩岸和平穩定 他直接對總統喊話 你敢不敢有提出這樣的堅持 我不知道總統能不能回應 至少他有一些火力的展示 還有他對青年有一些訴求 就是包括了遠離戰場 進入職場 這應該是他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政策方向 跟政見的一個走向 所以他先拋出了一個這樣子的話題 另外我們有注意到 他提到了這個核二核三場的 研議的這些相關的話題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觀察 在今天其實都已經有一些發酵 我們可以看到 按照他的幕僚的一個評分 他沒有一個實際的分數 不過他覺得這四個他認為的政治金句 都有達到他們希望設定的 這個所謂的記憶點 是有啦我昨天有感覺 因為昨天雖然我休假 我是也在家裡這樣看的直播 覺得說台獨今孫要不要修憲 他昨天看直播的人很多 對我記得單一的直播 就是我們非常多媒體都在直播 他在政大演講 但單一最好最好的這個直播的頻道 大概可以到兩萬人 其實很厲害 他比柯跟比賴都要高 其實他昨天台大這一場 我有去稍微去看一下人數 侯友宜的是最高的 賴清德跟柯文哲是差不多 可是這當然也跟他被媒體已經定調 是說這可能是他的期末考 大家比較關心 也很包括支持者跟他的對手 都很關心他的表現 所以可以反映在人數上 很多人是看熱鬧不顯示大象 看他考得怎麼樣的心情去吃瓜的 但是其實昨天我在看直播的時候 我發現當中也有一個人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 稍微有一點點那麼搶性 就是提問環節的主持人 叫做立委陳以馨 我知道他在這個學界 或是也是國民黨部分去立委 學養非常好 可是有一些人就覺得說 他似乎在幫著侯市長認識問題 但是有一點玄冰奪主嗎 秦明哥怎麼看 我覺得找陳以馨 他們一定有他們功能性的考量 陳以馨真的不簡單 他以前在政大跟府大都是辯論社的 而且是那種應該算 最佳辯師 對沒錯 他會派出去做比賽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跟這樣的能力 這也可以表現出 其實他們想要凸顯 想要找他的原因就是 因為陳以馨對於整個節奏跟議題的掌控 其實他是非常的清楚 那為什麼會找陳以馨 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是說 因為每次在學生詢問問題之後 陳以馨都會稍微做一些解讀 然後把這個題目提高竊領 把重點釐清 那這樣有兩個目的 一個當然就是把時間拉長 讓侯友宜有比較長的時間去做準備 而不是學生問的問題他馬上要回答 如果說你準備不及反應出來就不好 那另外一東西他也是提醒侯友宜 是不是你回答的重點方向 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陳以馨是有一個功能性的 一個這樣子的選擇 這個絕對我相信侯伴那邊 應該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不過我還是有發現有做一些統計 其實侯友宜找陳以馨 相較於譬如說克文哲他們之前 這些都是既定的安排 他找邱成元委員 然後賴清德找的是何志偉委員 其實都是找自己的人來當主持人 那整個侯友宜賴清德跟克文哲 他們回答學生的問題的時間 大約都是一個小時 其實侯友宜還長了差不多 差不多長了10分鐘 並沒有比較短 不過整體可能是陳以馨 他回答學生的這個態度 稍微強勢一點點 主導性比較強一點 所以有人會說是不是 侯友宜跟陳以馨互相搭檔 這個可能會有一些更強的一些火力佛話 你說這個副手的人選已經出現 當然也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他造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幫忙提詞論事 然後帶整個回答節奏會比較好 一會有人就說某種程度上 也被對方陣營要來攻擊侯市長的時候 他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可以當一個防火槍 所以昨天可以看到有兩個學生直接嗆 那侯友宜就坐在那邊 那出來擋的就是陳以馨 但我覺得這樣的凸顯 就會覺得 猴市長也是面帶微笑 坐在台上 然後就是聽大家講 展現了一定 好整以馨 對 還有領導人的風度 就是青年學者的意見 我也會靜靜的來聆聽 但是呢 其實剛剛錦鳴哥也有講到 這個柯文哲昨天也很厲害 這個70多萬的流量 到底是怎麼來的 原來啊 他2月的時候 曾經跟嘉義女中有個約定 說會到他們的社團演講 但是嘉義女中是如何接觸到 常常在北部的柯文哲呢 請鳴哥呢 就幫我們挖出 當時許下承諾的影片 我們總裁要邀請你以此身份 來幫我們上一場演講課 這是我們親手寫的 邀請盤 然後那是你最喜歡課的莎琪瑪 又有送上莎琪瑪了 莎琪瑪銷量直線 莎琪瑪 莎琪瑪近期的那個銷量 要直線盤身 他不會是整袋吧 我們還想要邀請你自己的 欸 好像是 是不是整袋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 有看到阿伯怎麼拿的嗎 他是用爆的 好我們可以剛剛看到 柯文哲是在行程當中 看起來很冷的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呢 寒流的時候 那柯文哲怎麼會跑到嘉義去的 那2月27號 其實每年2月27號 2月28號 賴慶德 不好意思 柯文哲都會安排一日雙北 應該是從台北騎到高雄 一日雙塔的 他不是塔 已經是城市 雙城的 因為他有減少 之前第一次 騎雙塔太累了 他後來有一點點縮短行程 不過還是很厲害 以他的年紀 北高 北高一日 也是北高 對 然後那個就是2月27號那天 騎到嘉義的時候 剛好那天遇到寒流 柯文哲非常非常的冷 聽說站在 就是他騎到一半都穿的衣服已經很厚了 然後可是因為冷風一直吹 再加上可能有一些流汗 那個寒流風一吹就更冷 很冷 很累再加上很冷 所以他們就臨時決定是在嘉義的一個鐵皮屋裡面做休息 那當然是已經設定好的一個臨時休息站 很多人就已經在等他了 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一個鐵皮屋 知道他會去 看起來就是一個工地的一個場合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剛剛畫面當中看起來有點生無可戀 很痛 對 他已經累到是說原本大家安排合照應該是主席站在那邊 然後或是靠近誰去拍合照 他那天已經累到就是我坐在那邊 你們來拍 我就坐在那邊讓我休息一下 對 可是大家也體諒他 因為真的很累 天氣又冷 然後又很累 那這個時候幕僚就發現怎麼有兩個高中女生 跟柯市長就是柯主席 一直有一些聊天 對 後來才發現原來這是嘉義女中的女學生 他們拿了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邀請卡 對 邀請柯文哲在後面看哪一天去學校進行演講 另外一個非常貼心 他帶了柯文哲最喜歡吃的沙棋 如果在影片上可以看到拿了一個牛皮紙袋的 少女柯粉 對 但是景哥我好奇 為什麼不是學校方面來邀請 是學生來邀請 因為他們是用社團的名義 他們是醫學 醫學什麼社團 反正就是一個很關心醫學的 可能這些女學生之後想要重醫 所以他們特別關心柯醫師的在 對 是柯醫師 就是到了嘉義之後的一些行程 所以他們邀請柯市長 柯主席能夠到嘉義女中來進行演講 可是請您跟你說這個是2月27 2月28號的一日北高行程的邀約 為什麼會到昨天才兌現 現在已經6月很熱了 其實不是昨天是前五天 前五天 前五天就演講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 那後來柯文哲那邊他們剪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就不得了了 就是一次就74萬的人在觀看 那是到我早上看到 我不知道現在的人數 那好看的點在於劇透一下吧 他就完全展現了直球對決的這個氣勢 因為裡面我舉一個例子 他裡面也剪進片花裡面 就有人問他是說 柯市長如果人生重來 你還願不願意再重振一次 題目都還沒有回答完 柯文哲就說我不要 這麼斬丁截鐵 現場就有一片歡笑 因為這就是柯文哲的風格 就是說 求來就打 只求對決 這個也是完全 符合年輕人喜歡的一個這樣子的風格態度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他的人格魅力 其實從過去他從台北市長 一開始變成一些迷因梗圖啊 或是網路上剪一些影片的時候 就蠻吸引年輕族群了 這一直以來是他的強項 然後其實我們也有看到呢 這樣過去一直以來累積的這些年輕的柯粉 也讓他這一次在民調當中 我覺得可以說是大放一彩無往不利 這後機撥發 有幾份民調都有呈現一個態勢 除了我們TVBS呢 在週末公布的民調呢 這最近最新一份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您可以看到呢 賴清德呢還是維持領先定義的態勢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的民調呢 在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當中來到29.1% 而且比上一次公布的民調增加了4個百分點 賴清德只增加0.7% 那麼侯友宜呢確實下降了7.2% 那我們可以看到TVBS民調的排序 跟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排序是一樣的 賴清德第一柯文哲第二 然後接下來就是侯友宜市長了 可是其實仔細去看台灣民意基金會裡面 有分年齡層的這個形象 哇 柯文哲在50歲以下很強耶 幾乎全盈 而且20到30 30到40都是過半的 這樣子等於是席捲全部的選票很可怕 那這樣會形成我們過去大家印象當中 或是過去選舉當中都會覺得年輕選民呢 可能是相對於父母輩來說會青睞就是 標榜進步價值的民進黨嗎 這對賴清德來說會是一個危機嗎 對 所以賴清德在今天就有一些 政策性的一些宣布 對準的是誰 就是年輕人 他提出了一些主張 他是說公私立大學的這個學雜費 好像差距有點過大 他就主張 這也是其實他現在是執政黨的 這樣子的一個執政優勢 就是要縮短至少五成 一年可以補助私立大學每一個學生 兩萬五千塊 這非常多 非常多 那大家當然會好奇這個錢從哪裡來 其實在黨這邊 因為可能是年輕上的一些選票 他們對於這個政策上的一些批評 也有一些顧慮 不過在網路上我還是看到一些聲音 因為還是有一些相對剝奪感跟公平正義的原則 特別是有一些國立大學的學生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精力跟金錢去念書 得到一個這樣子的成果 當然基於賴清德他所主張的這個年輕的這個公平正義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一些對國立大學生有一些相對剝奪感 不過這個點可能就需要賴清德那邊去做一些解釋跟一些安撫 跟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說明 確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看到自己民調有增加 但是是非常微幅的增加 今天青年政策牛肉就立刻端出來了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侯友宜市長 他的民調是持續排在第三名的 昨天在台大就有民眾問他說 如果持續第三 那你會堅持選到底嗎 侯友宜也非常霸氣的說 我打死不退 在市府頒高中生市長獎 侯友宜更期盼明年可以獲得民眾頒的總統獎 但現階段來看有得拼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民調賴清德拿下36.5% 柯文哲29.1% 侯友宜20.4% 民眾黨支持者認同度藍營投給侯的只有6成5最低 民眾黨投給科的有7成7 綠營支持者投給賴有84% 顯見侯友宜在同溫層支持度人偏低 你覺得現在球賽打到第幾局熱身玩的嗎 其實球賽剛開始而已 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步調跟節奏吧 比賽剛開始就說要放棄 那不是結束了嗎 強調自己有自己的步調 前一天台大學生QA 市長似乎自己挺滿意 我有話就說 有問就打 很清楚的就直接回答所有的問題 不給自己打分數 說自己求來就打 只是隔一天自家牛棚有動作 郭台銘臉書長文痛批 綠營的能源政策是騙局 自己的小型核電廠政策才正確 直接賴清德鼻子罵 但這時機點難免讓人覺得別有他意 郭董自許工業界老兵 再拋能源建議 是助攻還是搶戲 就看郭後續反映 第四個新聞你們會 狀況於新北參謀島 確實OLORCO市長 在台大的演講中 展現了打死不退 參選到底的決心 但是我覺得選民 除了看到他口頭上的決心之外 更好奇的是 他要如何把自己的團隊 跟國民黨中央做整合 侯友宜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有一群藍的不支持他 那當然這可能是一些初選上的一些摩擦 所以這些藍的並沒有歸隊 甚至有可能是跑到柯文哲那邊 所以如何把這群藍的拉回來 重新支持侯友宜 是他們目前要做的一個關鍵 也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今天國民黨中央就宣布了一個新的人士 就是安排了這個張其強 張其強也是以前我們的老同事 也是這個媒體界的前輩 我的前輩 他以前當過我長官 在TBS政治組的時候當過我的長官 然後他後來就是跟著朱立倫去桃園 應該是縣政府 後來升格成市政府去擔任他們的官員 然後一路又跟著朱立倫去當新北市的相關的官員 那朱立倫離開了以後就是侯友宜接就選舉 新北市長 連續兩次 然後張其強也是擔任新北市府裡面的官員 後來是做到了副秘書長 我們知道秘書長他的功能性 當然就是做一些調和頂耐 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那現在呢 張其強從新北市政府 他先是轉到了侯友宜的辦公室 去擔任選舉的一些工作 然後最新的人事調整就是進到了 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 前進黨機器裡頭 對 所以張其強他扮演的角色就是 等於是黨中央跟侯伴跟新北市政府 做一個一條通的一個橋樑 他希望藉由張其強的這個角色 能夠清楚傳達侯友宜那邊的態度 跟朱立倫這邊的態度 所以希望能夠把這個整合 能夠做得完整一點 做得暢通一點 希望能夠把國民黨失去的那一群人 能夠重新要回來 回到所謂國民黨的正義 藍軍歸隊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紅市場的陣營 這個人事的佈局已經看得出來 整合的fine已經開始了 但是可以整合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要請齊明哥以後 繼續訂閱我們掌握啦 對 那我們現在很多朋友非常熱情 都留言給齊明哥 我們剛好講到這個柯文哲一日雙城 以前是一日雙塔 剛剛想不出來 對 然後這個造型自信 就是說我只會一小時雙塔 從塔優路到塔城街 這是內行人 因為我也這樣騎過 然後我也在我的臉書上 hashtag說我也是一日雙塔 對 好的 精神可嘉 請一小時也是頗遠的 那麼呢 剛剛那個 William 也抖內給我們的齊明哥 請齊明哥來回一下留言 非常謝謝他 我要比愛心 比愛心 你看不到做痕女神 但是我還是要恭喜正義直言的富里粉絲團 開張基金已按讚追蹤 恭喜恭喜 對 那無人記帳也說 剛剛看我們這個新聞說 課本記住了 原來柯文哲喜歡吃沙薇嘛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 我後來去查才知道 對 然後我們的做痕女神說 副里好帥是新西裝嗎 來 齊明哥回一下 我就剛才說了 因為大叔的臉色暗沉 所以需要一些亮色系的西裝 做一些烘托 好啦 坐痕 那個齊明哥要來跟你比美了 你要小心囉 好 那個性質說 補助私立大學這種政策 比李遠哲廣設大學還要駭人嗎 所以剛剛這個齊明哥 對 因為現在有一些政府的教育部的政策 是希望私校能夠進行整閉 那你用一些政策性去增加學生 有人說是在慢性自殺 可是這個還是要再觀察 對 因為這個政策 剛剛你釘出來 可能有各種面向要進行討論 我們也不敢把話說得太死 不過對於龐大的私立大學年輕人來說 的確是一大利多 確實 那老劉也說 只補助私立大學到底合不合理呢 那另外一方面 老劉也說台灣大學學費跟國外相比 好像相對來說已經是偏低 但是我們的高校問題其實很嚴重 也是很多年累積來的問題 然後又碰上少子化的浪潮 聲援不足 所以他們才需要掌學費 來維持學校的運營 這其實是一個結構性跟環境的問題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說 光補助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 現在台灣高校的現況的 大家還是要比較理性的去看待 這個高校的問題 好 另外一方面 大家跟斯多恆說晚安 好 另外一方面呢 HFS也說台灣前幾年的教改把專科技職弄沒了 大家都是大學生 但是用補助把公司校的差距縮小 對專業人才的培育有幫助嗎 確實喔 大家要多多理性思考 也可以就是多多發聲 正對政策進行討論了 好 我們謝謝啟明哥今天呢 陪我們政治一點名內幕全透明 謝謝新華 謝謝各位網友 好 謝謝大家囉 那如果大家喜歡富裕的話 記得追蹤 反啟明老兵的粉專好嗎 也給我們啟明哥一個鼓勵 對 好 那繼續我們帶現象的朋友來看到 有的時候呢選舉的輸家心有不甘 有一些心情不準 但是也不能擅闖里長辦公室亂拍一通吧 我們可以看到呢 高雄有一命男子呢 就闖進了里長辦公室 到處拍拍還跟警察說 這裡是公共領域啊 我進來為什麼不能拍呢 事後警方辦案呢 做筆錄才了解說 原來他是前任里長的支持者 對於前任里長敗選了 覺得現任里長可能也有一些把柄 要讓他繼續做不成 就闖進了辦公室裡頭胡亂搜證 不過這樣的行為 其實已經觸發了 天色昏暗里長辦公室燈還亮著 助理正在處理資料 一名男子突然持手機闖入 亂拍一通 兩人起摳腳 他剛才給我扭下來了 我要看他是不是前里長的人 一定的 你沒有弄 姿疑男子高舉手機不斷按快門 雙方互嗆 男子勃勃逼近 差點就要引爆肢體衝突 男子在給一氣 我知道他故意靠近我 我知道 我沒那麼傻 無來由一進門就拿手機狂拍 助理口頭制止也沒用 只好請警方到場釐清 事發在19號晚間11點多 高雄小港的一處理辦公室 男子無故闖入嚇壞里長助理 他拿著手機疑似打算搜證 看看助理是否霸佔辦公室 濫用公共資源 自稱是前里長的人要來找麻煩 他們可能是想說我是不是在工器 私用 我是不是在裡面幹嘛 所以他們叫來 看有沒有辦法抓到把柄 就是我們在浪費工廠 依照他在派出所的說法是說 這個公務場所我手不可以來 你這樣照相 多少也會影響到裡面的文件 跟公文跟一些各自的問題 親口承認自己支持前里長 不過擅長辦公室 已經涉嫌強制罪 勝任里長證實選擇不提告 而前任里長 則是對此表示不知情 去年里長選舉已經落幕 勝負底定 卻還是有支持者心裡過不去 男子為莽撞行為負起責任 隔日馬上登門致歉 希望了解此事 TVBS新聞時刻陳寧嘉義高雄報導 好 再來看到雲林虎尾這間檳榔灘 出面指控說遠景執法有瑕疵 原來就是因為圍庭的事件 那麼車輛見到警方 車輛的車主見到警方來勸導 就要趕快開走 但好巧不巧這個入口又紅燈了 沒有辦法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闖紅燈吧 沒想到這一來一往當中 就出現了誤會 警察也因此被控訴 態度不佳 民眾氣沖沖拿起手機錄影搜證 警方沒有理會 關起車窗 巡邏車開走 看起來彷彿是警察 被民眾罵跑怎麼回事 事發在雲林虎尾 這家檳榔灘前面 店家氣沖沖 說遠景態度惡劣 還調閱監視器 一開始小貨車停在店門口駕駛下車 沒多久民眾檢舉 警方前往取締 微停的小貨車司機趕緊上車要開走 前方紅燈 所以停下來等紅燈 緊接著監視器看到 警方指著路邊的擺放物 還有不是順向的機車 民眾質疑警方找查態度不佳 不過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邊線外到水溝邊緣 也算是道路範圍 不得任意擺放物品妨害交通 警方也澄清 當時接獲檢舉前往處理 微停的車輛已經勸導離開 沒有開罰 行車記錄器拍下 民眾大聲抗議警察態度不佳 不過聽到的聲音幾乎都是民眾怒罵 警方勸禮之後返回巡邏車上準備離開 店家追上前說要搜證投訴 店家控訴警方擾民 不過也有民眾替警方抱不平 結果檢舉前往執法 卻有如狼狈逃離 大探這年頭警察真難當 TBS新聞張崇敏 吳舒平雲林報導 國道一號豐原路段傳出有非常嚴重的連環車禍 原來有一輛國道客運 疑似駕駛適當追撞前車 結果前車又再往前追撞 最後導致了六輛車的連環狀 而這整場車禍過程當中 其中一輛車的車主是台中市議員陳欣龍 他的車才剛買就碰到了連環車禍 整個車身都毀了 但所幸人沒事 高速公路上車流毀堵 突然蹦 後車追撞 BMW被往前推 再撞上前車 引擎蓋掀起 當住了視線 但車還沒停 被往前推行了一小段路 我是開在最外的車道 然後被撞擊之後一直往內車道 一直推 推擠 推擠到停止 我發覺我人是OK的 我立刻來看整個情況 哇 就好幾部車就都撞在一起 有沒有怎麼樣我就立刻打110 他是台中市議員陳欣龍 20號上午10點半左右 開車從豐原的服務處要到議會開會 才上國道1號沒多久 就在南下169.5公里處被撞了 開的是今年4月才買的新車 遭到後車追撞 前後夾擊 車子毀損嚴重 幸好人平安沒事 新車當然有保險 那就看保養廠這邊怎麼處理 議員說當時確認只有兩人輕傷 其他人很自動 大家也協助清出了一條車道 指揮讓後方車流通過 警方調查車禍意外 是六輛車連環撞 而六名駕駛 九側值都是零 根據了解一開始撞車的是 國光客運駕駛 司機說他早上從台北發車 要到台中 車上司機加乘客一共19人 司機也很無奈 他說自己明年就要退休了 而開客運30年來 沒發生過車禍 他表示當時國道車流回堵 走走停停 車禍原因交給警方調查 國道連環撞 意外後也讓原本 就回堵了車流雪上加霜 後方塞車長達兩公里 事故在11點15分左右排除 至於六輛車車損 趙澤賠償比例 則要後續調查釐清 TVBS新聞 蘇泰銀紅採輪台中 採訪報導 不過有大型車輛在倒車的時候 真的是保持距離以側安全 我們要帶你看到 在台北市的大安區 有水泥浴半車在倒車的過程當中 不慎撞倒了一名路過84歲的富人 而富人最後不幸送醫不治 但是整個工地的公安 似乎也有出現問題 水泥浴半車在倒車的時候 雖然有後方有工地的同事進行指引 但同事既沒穿反光背心 也沒有拿反光的指揮棒示警 所以呢 這過程程序有瑕疵 現在呢也要開罰 雪泥浴半車要倒車進工地 後方還有一名藍一男在指揮周通 只是明明有行車記錄器 後方又有人在 怎麼會這過程中 竟然碾斃一名84歲富人 檢視監視器畫面 當下工地指揮來一男子 沒有穿反光背心 也沒拿指揮棒 而是用手來提醒誠信駕駛 對方事後向警方公稱 根本沒有聽到有人在喊 臉閉路人被用過失致死罪送辦 事發在台北市大安區已出工地 大約去年初開始動工 六米寬的巷子 大車卻在唯一的出入口進出 死者信有指控嚴重影響到 當地住戶安全 富人當時送完買菜 只差不到50公尺就到家 怎麼也想不明白 好好走在路上 竟然遇到死結 老檢處結入調查 發現這地方沒有妥善設置 周通引導人員 已經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最高將會開罰30萬元的罰款 家屬最為不能諒解 在出事之前好幾次試圖和工地溝通 對方的態度 卻讓他們難以接受 原本只希望工程趕快結束 卻在完工之前就發生悲劇 不管後續再怎麼樣賠償和質疑 最親愛的媽媽也回不來了 TV新聞黃正瑋 歡迎見到台北報導 不過再來看到 這名人的消費爭議事件 怎麼買了錶 想要在二手賣給別人 會惹的品牌不開心 這次事件主角是藝人王陽明 他在網路上控訴 他買了這個名表 艾比表 但是呢 因為呢 他覺得自己隨著時間演進審美不同了 過去喜歡的手錶呢 他覺得想要買其他的款式 所以就出清原本持有的錶 然後改買其他款錶 但是呢 品牌方是藉由客戶名單發現 過去他的錶怎麼異動到 其他人的名字上了呢 所以呢 就問王陽明說 你怎麼會把錶給賣了 甚至品牌這邊還氣泡泡 決定取消 他跟他太太蔡詩雲的邀請站台活動 而王陽明呢 就拍影片說 覺得自己相當的無奈 因為他說 他自己是真心喜歡這個品牌 而不是買了錶 然後來出售圖利的 他對於品牌方這樣取消邀請 甚至說疑似暗示他要被列入黑名單 這樣的行為 感到不能理解 一人王陽明罕見拍影片開炮 簡易知名手錶本台 讓他覺得不被尊重 因為名標總部發現 手錶註冊的名字換人了 王陽明售出另外兩支同品牌的表解是 只是喜歡的東西會隨時間不一樣 竟被誤會轉賣圖利 他們覺得我肯定彈要欠八寸 我該立刻的事也會兒 不會有這麼聲音 或是假裝 或是否資格 我買了我 公安 沒有人們去寫閉 所以想美國 不曾製造這支 非物品牌 王陽明甚至考慮要把這品牌手錶出清 強調沒有任何品牌能控制它處理方式 收藏是要開心不是有壓力 你還是會不希望說客人可能買了之後又把它賣出去這樣子 民表總公司捷稿前沒有回應王陽明不仁了 獲出去槓上大品牌也意外曝光 民表買賣學問答 TVB的新聞產業人吳雅台北報導 不過大家知道嗎 現在買精品民表 原來品牌很在乎這些豪客的品牌忠誠度 原來買這款民表你要有保固的話 其實你要透過掃QR Code上網登錄說 這支錶這個序號是屬於我的 那所以在手錶異動的時候 下一個持有者也會上網去做登記 因為這樣後續才有保固 所以因此品牌才會知道 原來王陽明把他過去持有的手錶給賣掉了 但是不曉得大家覺得說 我明明已經買斷了這個手錶 為什麼我沒有擁有處置他的權利 而品牌還會來干涉這買賣的決定 是不是有一點不太合理呢 但是很多精品業者都說 其實很多的精品品牌 他都希望自己的購買者就是忠實的擁護者 而出於這樣的心態才會引發這個正義世界 桌上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民表就要幾十萬以上 這支相賺的表更是要一千八百萬 藝人王陽明因為把民表出售 沒想到卻疑似被表場列為黑名單 但對他而言明明只是賣表 原來動輒好幾十萬甚至百萬的民表 業者都這麼希望 他們希望你是喜歡這個品牌 而不是排到了這個手錶 然後拿拿它去賣拿它去賺錢 可以他們這個價位能保持在一定的水準 精品業者說其他手錶品牌 似乎大多都不希望客戶轉賣 希望表紙賣給專情的客人 認為真心喜歡的品牌就不應該轉手 只是轉賣怎麼被發現 買他的表的時候 他會讓你寫一個基本資料 那每一支表都會有個序號 等於是說他你在寫完你的基本資料的同時 他就把你key單key進去他的電腦裡面 他的電腦是全世界連線的 所以這支表如果突然賣了 他們一定會知道當時買的人是誰 名表購買時就會登記所有人資料 保留在公司資料庫 若第二手的買家使用QR Code更改資料 表商就會知道 AP配給他也可能知道他是名人 所以配給他的表 可能AD他們自己都知道說 他的編號是幾號而流出來了 他的黑名單就是你的名字就沒辦法了 你的名字在全世界的AP就沒辦法了 這回王陽明因為賣表和表商槓上 也讓名表圈的潛規則附上檯面 特別是王金獨佩玉台北採訪報導 好再來看到也是消費糾紛喔 不過剛剛這個新聞跟製作人還有導播討論 就會覺得說有錢人的世界我們真的是不太理解 然後剛剛線上也有朋友說 那精品商會不會被這些豪客們給寵壞了 忘記了自己賣東西的初衷 又有人問說自己的財產為什麼不能處分呢 就會覺得說這買賣關係還要顧慮到品牌的Kimoji 似乎一般市井小民可能沒有辦法理解吧 但是市井小民很常會用到的就是共享機車了 站在台北市有一名求職者就租了機車 那麼他是要從士林騎到信義區去面試工作 是非常要緊的事情 但沒想到他在經過大直橋的時候 共享電動車電動機車沒電了 他就硬生生停在橋上 但是這名使用者想說不對啊 我在騎之前我發現電量是百分之百 怎麼電池掉電這麼快 最後的結局呢 他只能尷尬的牽著機車 從大直橋嚕嚕嚕嚕下來滑下橋 還耽誤了他的面試 事後他也向客服來投訴類似的情況 不過呢客服給他的補償 卻是50塊錢的整價權 我在大直橋上然後就突然也沒有電 現在上週五租共享機車 但騎到一半突然沒電 他說差點被旁邊和後方車輛追撞 電動機車他就突然完全沒有動力 如果我是在上坡的時候 那我就會滑下來 然後我就要擊殺 然後後面的車就會追撞上來 事發在6月16號中午12點半 黃先生在士林租車 要騎到信義區面試工作 當時機車電量90% 但騎到大直橋一半 電力突然歸零 失去動力完全發不動 只能滑行 我是被夾在中間 直接完全變成沒有動力 所以我連想要轉出去都很難轉出去 因為沒有辦法超車 黃仙發文說他是忠實用戶 每天至少會用共享機車一到兩次 但這類事情已經發生過至少三次 認為業者態度依舊 只說非常抱歉會再反應 發50元騎乘金就想把事件結束 對此共享機車品牌說 無論是一般油車或電動車開發廠商 都在極力降低行車異常可能性 他們會與原車廠持續努力優化 但對車輛為何異常 以及是否全面大規模檢查 沒做出說明 而北市交通局則說 會請業者查明原因及因應措施 認為應該以維護使用者的機車安全 為最先考量 至於是否有處罰或機查 要等業者回覆說明再處理 但當事人黃先生說 不排除對業者提告 希望捍衛消費者權益 但近期不只電動車有狀況 也有人騎油車突然熄火 行車記錄器拍下 在停等紅燈時熄火 重新發動兩次都沒成功 騎士緊急牽車到路邊處理 對此該機車業者表示 先前有召回原廠維修 與車主聯繫不上 不確定他是否有回廠 表示這是單一個案 會再瞭解民眾狀況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要是行的問題提醒您 6月24號端午連假期間 如果您要去荷歡山的話 真的要有塞車的行李準備了 不是因為連假期間 本來就人多車多 而是在這個時間段 桃園市的鐵人運動協會 主辦的自行車賽事 上千人參加的賽事 也要在荷歡山登場了 而這消息一出 當地居民就抱怨說 明明就知道連假期間 怎麼還要舉行這麼盛大的賽事 當地的道路 豈不是塞上加塞嗎 那麼主辦單位回應 他們其實也是自己有疏忽 為了避開荷歡山的花季 還有暑假的連假 卻忘記這中間 可是有端午節的連假 一申請就是這個期間了 真的不是故意擾民 他們也會積極的做好交管的工作 希望可以確保大家到荷歡山的時候 不至於那麼困難 自行車參賽選手 沿著蜿蜒山路挑戰極限 南投鋪力往荷歡山 武嶺每年都有好幾場自行車賽事 桃園市鐵人運動協會 舉辦的自行車挑戰賽 將在南投登場 不過時間是在這週六 也剛好強碰端午連假 剛好辦在這個時間 可能會不會交通 到時候整個又大打擊 連假的時候出友人潮比較多 那加上自行車 也有可能發生一些其他的意外 不管是騎腳踏車人的安全 汽車機車人 我覺得可能道路使用上會比較擁擠 賽事沿途會經過 省道台14縣台14甲縣 大多是屬於狹窄車多路段 大堆人馬恐怕會和上山出遊的車潮衝突 在網路上批評不斷 認為有不少安全疑慮 質疑為何偏偏要選在廉價舉辦 主辦單位解釋公務總局不希望在 荷環山花季以及暑假期間 舉辦自行車活動 但是這次的花季結束到暑假 只剩下兩個週休假日 18號已經有其他的單位先卡位 強單會嚴格執行交位計畫 五點從埔里出發 那會分三批來出發 那每批大概就在四百人左右 主辦單位分別在霧社還有翠鋒設置兩個管制站 只要時間一到就會封閉 禁止選手再繼續往前 預估人潮控制在六百以內 期盛時間限七小時 連同場地整理恢復 活動預計下午一點全部結束 而公務段也強調 若是主辦單位說一套做一套 除了扣法保證金也會列入黑名單 日後拒絕申請各下活動 七一邊的新聞 陳家桂里蔡以南頭長報導 再來看到台南的成功大學 爆發了這個附近居民跟學生的衝突 原來有一名同學呢 在一處單行道的巷弄 停泡他的腳踏車 但是呢旁邊的雞排店的店員 還有老闆覺得這樣會擋到 並且會影響到做生意多次的移車 那學生認為這單車出現了毀損 都是因為移車的緣故 雙方一言不合吵了起來 你剛罵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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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言為語 店家跟學生吵得不可開交 等一下 你先給我叫你父母聽來 我沒有看過台主 你這麼低的 吵成這樣就為了停車問題 聽到變怎麼了 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店面 馬路上是你的店面嗎 馬路上是你的嗎 要不然你幫我付出 房租啊 事發就在台南 成功大學旁的娛樂街 商店鄰里車到宅 這個月11號 男同學把單車停在 雞排店門口旁的路邊 老闆要求他馬上移走 影響到進貨 我覺得那是完全不合理 這幾天在施工 那貨車其實開不進來 男大生認為沒有擋住店家出入口 他上樓回租處時 老闆挪動他的腳踏車 他就把我的腳踏車丟在這個地方 這個上面 大學生把車遷回原處 又被挪一次 老闆這個動作 是為了跟警方講說 會發生這幾糾紛 是因為我把腳踏車停在7樓 但事實並非這個樣子 警察獲報來了 店家氣憤的說 道路施工請學生移車 他指控被對方用台語罵 男大生否認 指控對方弄壞腳踏車 求償10萬和解 最後雙方互槍要提告 大學生因與商家發生停車糾紛 並對商家提出公然侮辱 毀損之告訴 停車可能就是要方便 要走去坐火車 有的時候停可能兩三天也有 事件爆發之後 原本三點半營業的雞排店 到四點半還沒開 店門外貼了好幾張 下午三點半以後 請勿停車的告示 停車糾紛 釀口角 大學生已經完成報案 提告的動作 TVBS新聞 觀眾朋友剛剛我們採訪中心 遞來的最新消息 在公務人員懲戒法院的前院長 爆出曾經性騷擾女部署 但本人呢卻申請提前退休了 而這密途事件引爆之後 引起外界的抨擊 認為這院長面對性騷擾的爭議 這就安全下莊 可以好好退休領退休金了嗎 剛剛稍早司法院晚間強調 被害人呢 在發出聲明稿 已經提出了性評申訴 司法院決定會立刻進行調查 如果查證屬實的話 將會依法嚴懲 絕不寬戴 要來伸張這些被害者的爭議 也要確認是否真的有加害的事實 不過說到性騷擾事件 讓各位更為關注的就是昨天黃紫椒的 Metoo事件 他在三段影片的自白當中 不斷的曝光演藝圈 他眾多的親朋好友一些隱私的事情喔 但是呢這個影片呢也引起社會上很大的恐慌 跟一些負能量 我們可以看到知名的主持人陳文倩呢 就寫了一篇文章 認為這樣的行為呢 真的是突破他的想像 並且呢陳文倩也評論說 演藝事業就是天堂跟地獄的組合 今天已是萬人民 收入年薪數千萬 明天就會跌進黑洞 成為死亡之星什麼都沒有了 他評價黃紫椒不想接觸這樣的命運 他可以想像 但是不甘心一個人落水滅頂 提到過去的朋友 他覺得這樣的行為讓他特別傷心 並且他說原來人性走向絕境求生時 可以如此的無底線 而陳文倩呢當中也特別點到了阿雅 他說呢一週刊二十多年前 剛剛發行沒多久 就是有出現類似這樣的指控 但是阿雅呢當時演藝生涯重創 但他接受也改變了自己 讓他的生涯最近也起飛 不過黃紫椒提出的人呢 波及的女星多到超乎大家的想像 夏宇童也是神經病啊 始終不成人 你中心啊 我不懂啊 黃紫椒核彈機爆料 掃到演藝圈一堆人 直接把十四年前的非文對象 夏宇童指名道姓講出來 夏宇童當時發片上 康世來了強碰黃紫椒就愛小S 據傳當年夏宇童和黃紫椒戀情 短短半年就見光死 中間經濟公司也頻頻阻擋 夏宇童也始終以好朋友稱呼黃紫椒 這回再被提到夏宇童臉書發文 當時公司已發過聲明 大家都有各自生活 不失也無需多做討論 黃紫椒在影片中還提到這位 被認為說的似乎是藝人陶金營 看到彼此還算畢宮必盡 黃紫椒近年主持過多場陶金營記者會都沒人看出端倪 對此王月先是發了一篇文說 陶子非常關心受害者表示他可以幫忙 也想到也許問黃紫椒能得到內琴 陶金營轉發文章回應只是想幫忙 雖然沒有正面回應 但間接證實自己就是姓陶的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是你在追我 那你喜歡的是蔡燦德啊 演藝圈假姓女星 不少人把矛頭指向賈靜雯和賈永杰 賈靜雯透過經紀人表示不是當事人 賈永杰被問是否與黃紫椒有關聯 只回應真的沒有 但這段話也扯出了蔡燦德 兩人交情深厚 黃紫椒還坦承年輕時努力追求過對方 還手捧99朵玫瑰坐公車 但感情觀有差異 蔡燦德父親管教嚴厲 沒能譜出戀曲 黃紫椒一連串點名 讓各界始料危機 而許多後輩呢 面對這樣爆炸性的消息 也感到不可思議 詳情交給記者洪怡婷 男團九澤CP陳琳九以及邱鋒澤 兩個人今天一起出席活動的記者會 宣佈要一起參加演唱會的演出 也預告說接下來他們也會進攻小巨蛋 而不過呢 外界也非常關注的一個焦點是 兩個人過去跟這個黃紫椒一起合作過 而黃紫椒近期就鬧出了性騷波波 鬧得沸沸揚揚 兩人也對此發表看法 就其實他在後台 常常會給我們很多意見 然後教我們 因為我們是 主持的菜鳥 對 我們不能主持 所以常常覺得說 我們都會很依賴著他去幫我們 Cue我們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覺得大家 像林九所說的非常照顧 對 是 陳林九是提到說 希望蕭哥可以早日康復 趕快解決這些事情 蕭芳澤也坦言 過去其實他們就是主持的菜鳥 很多事情都是依賴蕭哥 來給予幫助 而如今黃紫椒爆發風波以後 社群媒體也關閉 不過兩人也會私底下表達關心 陳林九坦言 心情有點複雜 不過也說這些事情 都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現在黃紫椒是需要家人的陪伴 作為後輩 兩人不太方便打擾 好 感謝大家今天的陪伴歡樂時間 真的過得特別快 已經看到大家在跟我說 拜拜了 那記得接下來 端午連假期間 週一到週五同一時間 晚間的七點到九點 都會有新化在1900重點直播 2001整點新聞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謝謝大家的陪伴 晚安啦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